天是怨徒 烦恼无尽是怨断 法门无量是怨雪 佛道无伤是怨城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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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生命去印度取经 居然让他碰到一个老病比丘 他放下一切 先照顾他再说 连旁边的侍者都跑掉了 连护持他的国王都说 你不是要去印度取经 你管那个老人你赶快去吧 玄奘法师说不行 这样我取经没有用 这是我的因缘 所以他留下来照顾他三个月 请问那位老病比丘是谁啊 观音菩萨 为了给玄奘法师能够降服磨难 从我们中国到印度所有的磨难 传给他不日信经 放文的这个 让玄奘法师能够突破各种的苦难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我要修行 然后这边有一个苦我先放掉 我修行比较重要 所以大乘佛教是在帮助众生中间完成的 离开众生不可能成佛 佛教讲空不是离开这个世间 佛教讲空是融入于所有众生 融入他 但不执着他 所以你讲空如果舍弃众生 离开悲心 你这个叫邪见 所以离开因果离开悲心 在追求空性 那还不如不要修 因为那叫邪空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现在有家庭 有先生有太太有父母 有儿女有亲戚朋友有公司同事 你要在他们身上完成你的修行 要把事情做好 有一次我去一个女居是她家吃饭了 那我老板天一出来 我们这几个法师都翻脸了 我说难吃 哪要这样招待我们 早知在外面吃完再来 她忙着修行不搞这一套的 她老公说对不起我都自己煮了 她还煮给你们吃不错了 因为她忙着修行 这不是佛法 佛法三得六味可好吃了 供佛机身 你一定要弄最好吃的供佛 对不对 前面的花漂不漂亮 插花的人你不得了了 你要漂亮好几辈子了 你这个花不是拿 这是给佛教徒一个庄严 对不对 让诸佛菩萨欢喜 这个就是佛法 你不要说对不起这个我不会 不会也要看漂不漂亮 要会看 所以我常说什么叫佛法 好吃就是佛法 这样了不了解啊 所以你拿东西给师父吃 最好自己先接触一下 第一个我不吃辣的 第二个我不吃辣的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了解对方胃口啊 所以 因为什么 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他的好 念经 修行 你要觉得让你先生 你太太觉得 好棒喔好棒喔 对不对 我老婆去修行 现在变一朵花了 又开始爱我了 变小鸟了 不是乌鸦了 因为他开始在修行 越修越美啊 老和尚装不装严啊 老才装严 世间上老都不好看 我又老和尚是宝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很装严嘛 我的师父如希长老 真华长老 绝光长老 我被他们感动啊 五体投地 我没办法做到 做到他们这种悲心 我师父只要跟我讲话 就牵着我的手 我的师父的手没有骨头了 要兜率免手 没骨头了 你摸不到他骨头了 他就牵着你的手 海桃啊 就是这样 你心就软了 所以 因为他是这样跟我说法的 他不是骂你 所以 对我来讲 我师父永远活在我心里 他跟我讲的每一句话 我没有忘掉半句话 没有忘掉 所以每一次我离开我师父的 说法的时候 他的声音就出来了 海桃啊 我就乖乖 师父你来了 因为他用爱让我们成长 因为大乘佛教的特色 包括我施工也是 海桃啊 听说你最近修秘宗啊 我说对啊 有吃肉吗 没有 有双修吗 没有没有 那没问题 要不要去急的时间 去啊 那继续修 修 你看多合理 其他老儿上来带我去 海桃法师你干嘛修秘宗 骂我老半天 好在你不是我施工 为什么 佛法是爱人的方法 他说我看你那个样子 也不是很坏 我看你修得也不错 所以别人都来跟我讲你坏话 说你修秘宗 我说那施工你对秘宗 秘宗也是佛法了 不要吃肉就好 好 因为教派没有高低啊 重点是悲心啊 所以 因为这老和尚 非常合理 但是有 我的师兄弟就不一样 跟我吃饭就离我远一点 这小子修不一样的 好 这小子 没有专心修行 杂修 因为我一下跑去缅甸 一下跑去泰国 一下跑去世里南卡 一下跑不丹 你累不累啊 所以 那我说 这师父交代了 叫我们参学啊 各民主 各文化 各宗教都要了解啊 因为你不要看不起 所以我师父叫我去韩国住一阵子 而且住在一个韩国大和尚的家 问题是什么 他居然娶两个太太 我去才知道 我就有一点 师父干嘛叫我来 等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拜他拜三拜 我拜他拜三拜 为什么 第一个娶的是人家抛弃的 很可怜的 第二个娶的是一个有一点残废的 所以他把他娶过来 娶过来以后照顾他们 而且韩国的和尚 潮溪中大部分都是在山里面 很少去度众神 但是这位法师虽然娶两个太太 他很努力的在影响老百姓 学佛 所以我师父去 叫我去住两个礼拜回来 我也跟我师父拜三拜 我说师父 谢谢你 改变我毁谤佛法 因为我以前都会讲 那个不是出家人 那个吃肉 那个结婚 不是出家人 所以佛陀讲一句话 你不是他 你也不是佛陀 你不要批评他 因为你不了解他 如果你了解他 而且你又完全懂了佛法 那你来告诉他还有道理 所以为了 现在不是度众神的时候 现在是了解众神的时候 接触众神的时候 等你圆满成佛了 有一个圆满佛陀的智慧跟能力悲心 你才来说他对跟错可以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蛮聪明的 但是我发觉 现在有很多人会讲一些 听得不舒服的话 那我希望各位不要说好不好 我师父做一个比喻 记下来 我师父说 地上如果有大便 要不要吃 Oh no 没有人要吃 你嘴巴背后讲别人缺点 那就在吃大便 很臭的 所以各位做妈妈的 千万不要跟女儿说 你爸爸对我多不好 千万不要说 就算你们俩离婚了 你要说感谢你爸爸 你要感谢他 所以不应该去讲负面的东西 为什么 全世界外面脏还没关系 心里不要脏 嘴巴不要脏 所以不要去记别人的缺点 三好运动 问一下 老公好不好 不太大声 再问一次 老公好不好 老婆好不好 儿子好不好 老板好不好 国家好不好 中国一定强 不太大声 因为好心 看什么都好 佛教的重点 万法自心显现 外面的世界是你的心的反应而已 所以你心清静 世界就清静 你心不清静 你看到都是别人的缺点 如果你内心 有悲心有空性 一只猫你都可以给它学很多 如何像猫这样没声音 这么专注 皮肤呢 毛这么干净 你要学它的优点 同情它的缺点 你不能说我在念佛管你什么猫 猫现在在你面前 它就是你要念佛的对象 由这只猫念到所有的猫 由四只脚的动物变成牛羊 你要帮它们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希望它们得到离苦啊 所以现前每一个因缘都是你的助缘 不要排斥生病啊 快乐啊发财啊 所以都可以成为修行的助缘 你要把握 借假修真 借假修真 世间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假的虚幻的 不太容易理解这个 因为我明明认为爱情是真的 有钱是真的 儿子那么真 拉得多爽啊 牵着他的手走路多快乐 但是你要想 是个假意思是说不永恒 它会变化的 它没办法主宰的 它只是一个感觉 它的本体是虚幻的空性的 你要经常告诉你这个 不然你会抓着不放 就像一个女人去爱上一个男人 他就是抓着不放 他没有看到他很痛苦 看到他又要跟他吵架 这叫女人 你懂吗 因为他没办法控制 当一个人有感情的时候 他像精神病一样 他没办法控制 所以你要理解 但是智慧就是 你看到真相 你很平静 智慧叫平静 什么叫智慧 你也叫接受一切 包容一切 心如虚空 融入一切 所以空可以装下任何东西 空可以进入任何一个东西 所以讲空性 你就跟万事万物合在一起了 所以各位 哪一天你看到别人 你要说 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你讲错了 澳洲人 所以我师父说 修行要修到没有写行 人家看不出来算你厉害 因为你没个性 人家猜不出你从哪里来的 你修到很融入于当地的一切 但是我们这个浓入叫什么来 拿摩 拿摩阿弥陀佛 修行要修行 修到你像阿弥陀佛 别人看到你 你好有气质 你好慈悲 你好自在 因为你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有一次在机场 有一位他们 该护照的 他会讲中文好像缅甸 你哪里国的 我就问他 极乐国啊 瞪我两眼 我真的啊 我极乐国来的 就算我没从那边 我要从那边 我故意要跟他讲的 然后 跟他开玩笑 我是佛教徒嘛 我念阿弥陀佛 当然我叫极乐国来嘛 那是各位 各位哪里来的 极乐国 因为睡觉就要天天回家 到极乐世界 睡觉就要放下 睡觉不要把今天的烦恼 睡觉不要把背包背着睡觉 睡觉的人要把背包放下来 对不对 不要带着烦恼睡觉 今天我跟你吵架 明天睡醒我就忘了 这个叫修行 你不要说我明天找你 哇你这个人多歹命啊 怀着恨睡觉啊 所以各位修行要 念一下放下 再放下 因为一切都是虚幻的假的 一切都空气一样 空气没有一只鸟飞过天空 会留下痕迹的 知道吗 但是偏偏你在心里 留下多少痕迹啊 我爱你 我恨你 我恨你 从这辈子上辈子想到 这辈子还在想 就像我看我妈妈 爱我大哥 就想要把他整个吞下去 这样 他爱我大哥 他不爱我爸爸 他看到我大哥 眼睛就张开 他看到我爸爸就看地上 我不跟你讲话 因为大儿子 永远都是妈妈的最爱 想不相信 真的哦 大女儿是爸爸的最爱的情人 所以大女儿要嫁了 爸爸会躲在后面哭 哭哭哭哭哭 哭得十七华八的 因为有这个情跟爱 她才会来投胎 知道吗 所以各位你要想清楚 投胎家庭 那是一种感情 感情就是一种束缚 所以我们叫出家 出离感情的束缚 出离金钱的束缚 不是叫你离婚 就是说 用不执着的爱 去爱对方 用慈悲接受去爱对方 好不好 这叫修行 你老公打麻将 你就负责在后面 那么狠 然后又倒大杯咒茶 他保证赢钱 赢钱没关系 分一半我帮你修功德 你不要在后面念念念念念 然后输钱回来 都是你 念头影响的人知道吗 你接受他他就打得很稳 老公你去打啊 要赢钱啊 我先睡啊 我祝福你啊 我帮你念经啊 你老公那边打 我最伟大 你们都骗了 我老公我老婆叫我出来打的 有老婆的加持 因为你对他好 他就觉得这没什么 你不对他好 他反正那个好玩 知道吧 这人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你越想要抓他 他越往外 你越接受他的一切 他觉得家里温暖 所以很多太太跟我说 师父我没学佛没事啊 我一学佛啊 我老公现在很爱我怎么办啊 我说你以前没学佛 天天骂他当然逃掉啊 现在你学佛了 你想出家了 他正爱你呢 那我说你要借这个机会度他 唯磨结局是说的 抱我一下得解脱 多抱一下吧 所以你要这样观想 那我讲的这个历史是真的 因为他想要出家 我说你一直抱怨就出不了家 你欠他多少债 你就给他多少情 情还完了就没有了 自然就没有了 他就会放你去出家 或甚至老天会安排一个 蛮不错的女生先陪他 你要放得下 因为你发了这个好心 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不甘愿 那你就白念了 所以念一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是一定的 欠债要还债 这个都是安排好的 但是如果你用一颗善心 命运的好坏决定在你的心态 你从现在开始不恨人 善良 慈悲 后面好像都很顺 我决定不恨 不抱怨 不报复 那这样事情就改变了 如果你存着 万一对方对不起我 我准备报复 不好的都在你后面 所以 使法界一心所造 就是说你成佛到净土 乃至下地狱 决定在你的心态 所以负面的心态不要有 现在他们喜欢讲正能量 负能量 负面的心态不要有 生气 恨 抱怨 我们要存着一个善良 高兴 再说他哪里不好 要有技巧 当然了 如果对你的你师父 你就要跟你师父 师父讲不要直接 师父你要咬 我才会醒 这个叫入室弟子 所以各位 像我师父拜我师公 叫入室弟子 他跟我师公要求 老和尚我32岁 看在同样是河南人的面上 你就收我做弟子 然后就交给我师公一个棍子 他说师父 你不要用讲了 你要啪才有用 我这个军人 因为我师公也是军人 我师父也是军人 所以我师公是在普陀山 做和尚被抓 被国民党抓来冲军的 结果等他醒来 已经在台湾了 又把他抓到船上去 这就是他台湾的缘 不然我还没有 我们这些子子孙孙 所以但是我 我师父就是这样出家 所以各位 因为师徒之间就不用客气了 因为我们要解脱吧 但是对各位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讲话多温柔啊 就怕各位跑掉 一直看手表 差不多时间到了 好 所以 希望明天各位再来 好不好 你不来我会很伤心 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 我每次上课 哎呀那个怎么又没来 那个又跑掉 所以以前我开公司 有几个员工要离开 有几次我学佛了 他们要离开 跟我讲 离开我这边哭 他跑掉了 老板哭 他不敢辞职了 因为我的想法是 多少钱我都给你 只要不要离开我 因为我这边有佛法 因为我在带人学佛 以前我在赚钱 现在你们都不用出去赚钱 只要我学佛 会守五戒 会吃树 我天天给你薪水 只要你学佛 用钱可以买人家学佛 没有问题的 所以 因为佛法是最圆满的 好 那现在要发给各位 结缘品 问题 先把今天的结缘品 发给各位 一张是钥匙咒的 各位可以贴在手机上 好不好 手机后面有个圆圆的 把它贴下去 所有的咒 都可以达到 见急解脱 接触解脱的意思 所以往生者你用咒 放在他头顶 他就可以脱离善恶道 而且要师咒 念一下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这要师咒 要师佛讲了 而且可以得到解脱的心 不但身体不生病 心也不要生病 要师佛最大的愿 是希望我们跟他同行同愿 有一颗流离心 就是菩提心 所以各位就把它 你带着 什么叫咒 有一位缅甸有大神通的老法师 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什么叫咒 把佛的力量放在身上 叫咒 所以各位 你的手上带着咒语 多跟人家握手好不好 他等于他在跟佛握手 没事也要碰他 撞他一下 因为我身上带着咒 所以观音菩萨说 你身上带着六支大明咒 你每一个细胞都在 所以大家带在身上 还有两个 一个红的 一个黄的 念一下 大水球咒 这个水球就满众生愿 好吧 而且死亡者带这个咒 上品极乐世界 今天你带这个咒洗澡 这个水流在地上 所有恶鬼众生碰到这个水 永离善恶岛 是大水球咒 这里面有六个咒 包括廉师心咒 杜母咒 药师咒 另外还有红色的 另外还有一条 念一下 金刚神 这是3780位出家人共同念的 然后这一次我 我要请求他们 你们帮我念好 那又打一个结 这个叫金刚结 晚上睡觉怕不好睡的 待在身上睡 他就不会来压你 然后就叫鬼魔不清 但是 冤亲在主还是可以找你 因为你欠他债 并不是你出家了 吃素了 就没冤亲在主 而是说 这是你欠他的债 讲的是那些外债的 好 像过年一样 发东西最好了 这边还有几个问题 赶快回答 明天各位如果有问题 写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要发给各位牌位 牌位有准备吗 今天各位带几张黄色牌位 回家好不好 写牌位 回去问你妈 妈 你有没有堕胎 要问啊 堕胎要写 然后堕胎两个要写两个名字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取的名字是三归一 智慧的智 比如说你的名字叫 陈阿庙 你有两个可以叫 智阿智庙 这样他就归一三宝了 让你的胎儿 那你说四个呢 那你加你老公的名字进来 五个呢 将你儿子名字进来 那前面一个字是智慧的字 好不好 将你自己取 如果你再不安心 明天提早来 请法师帮各位取 好不好 三归一 第二个 祖先一定要超度 好不好 所以你姓陈 一定要写个 陈氏历代祖先 那你先生姓黄 或是你太太姓李 你要顺便写 黄氏历代祖先 妻子父母 这是我们佛教徒 每天只要有参加功德 都会回想 孝师父 超度祖先 一定要做 你才会有福报 所以各位等一下 可以把牌位 多带一些回去 好不好 写 你儿子也要写 你女儿也要写 你女儿最好写什么 情在在主 帮他超度一下 他不见得有 但是如果 万一有情在在主 你帮他写的超度 他就不会交错男朋友 了解吗 什么叫情在在主 明明A比B还好 你有情在在主 他就照你去找B 让你感情很痛苦 这样 杀业在主 就要让你去开刀 明明A医生好 他叫你去找B 这样 然后呢 就造成开刀不好的 如果各位明天要写牌位 五点半早一点来 好不好 写写写写 堕胎一定要写 然后 往生的父母要写 如果你腰不好 你要写 附在腰上的 业力在主 要写一下 因为一般有一些痛啊 第一个是业障 第二个是鬼神 第三个是自己的问题 就四大不调 但是大部分都一定有业障 然后你有这个业 你起心动念 鬼神就赴 那你就会痛 或是腰痛 或是膝盖痛 或是眼睛 这也是佛陀讲了 生病的三个原因 念一下 业力 鬼神 四大不调 业力要忏悔 鬼神要超度 四大要调整 这意思 所以 如果你这两个不做 你去吃药看医生 反而事情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 你没有超度 好 来 大家专心听 第一个问题 如果发愿吃素 中间不小心破戒 该怎么办 继续吃 你不要找借口说 那我就吃肉算 因为 不小心不是故意的 不是破戒 不是破戒 就算你知道而吃了 那 那不过是一次而已 念一下佛号就可以忏悔了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吃 怎么忏悔 你念地上菩萨可以 或是念 念下来 这就叫吹肉往生咒 把那个肉 让它去极乐世界 所以 带着咒也有这个好处 或是念腰师咒 或是念 都可以 或是你直接念阿弥陀佛 重点是 你 各位太太请记住 你现在还没有吃素 甚至你必须煮肉 给你的先生吃 但是你要煮的时候 帮他念念佛号 咒语 至少把它超度了 好不好 这是对他的一种尊敬 慈悲 这样页比较小一点 但不要说 反正就不要念 至少念一下 再来 如果出现很大的违缘 违缘就是障碍 至于连功课都不想做了 有什么方法改善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告诉你 修行不是功课 修行不是考试 修行不是压力 记住这句话 很多人把修行要做功课 我好像没做完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不能得到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 这样你错误 这不是修行 修行是没有压力的状态 自在的状态 修行是要恢复平静的状态 不是功课 那当然 如果你的修行方法错误 你就会退转 很无聊 很无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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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自己会觉得压力很大 拜死万拜 要拜到什么时候 所以各位 我想这个是错了 我常跟人家讲 如果你要修行 还不如跑去门口跟隔壁讲 你好 讲十万遍快一点 去跟人家打招呼 去爱护别人 去照顾老人十万遍 我觉得那很有意义 不要急 所以修行不应该会退转 修行是一种快乐 各位 下回我们坐船去温哥华 看那个什么景 蓝光 好不好 我心里想了就祝福 修行是一种快乐 不是一种压力 千万不要有这个感受 但是修行有违缘 有障碍 你要检讨 可能我动机有一点问题 可能我福报不够 福报不够 我们就要多一点的 用圆满的心 去做一点布施 布施不尽量花钱 布施水 对不对 一碗饭拿起来 像各位每天吃饭 一定要把那一碗饭 来 给我捏一下 每天每天都要做 当你饭拿起来 虽然你菜是荤的 然后这个饭 捏一下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供养六道众生 翁阿后 哇 那这个饭有功德了 因为你都供养 然后最好再拿七颗 去拿到窗户打开 布施一下 布施一下 那这样 你每天都在修福报 福报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要喝水也一样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六道众生 第一几踢出去 自己再喝 而且佛陀说 一杯水观想供养佛 可以度八万四千个鬼神田 一杯水供养佛 可以等于念一百万遍发财咒 一百万遍消业障咒 光一杯水 这个不是福报的问题 是你的心态 所以 明天各位来参加 你最好带多一点水来 好不好 今天有发吗 等一下要先发给各位 佛陀说 一杯水供佛 这杯水变成极乐世界八功德水 然后把这个水滴几滴出去 所有众生都消业障 这叫着租业障 六道清凉 特别二鬼道 而且各位希望把今天这一瓶水 做一点布施 为什么 回去在你家附近门口把它倒光光 为什么 把我们的功德 乃是随喜诸佛菩萨的功德 布施给累劫累世父母祖先 也布施给附近的孤魂野鬼 功德很大 因为现在澳洲缺水 对不对 美国加州也正在火灾 为什么会有火灾你知道吗 人类的嗔恨心 引起鬼嗔恨 鬼嗔恨就吐火 然后就烧火 所以火灾是这样来的 所以各位 最近为了加州不要火灾 不要生气啊 多撒干露水啊 所以 那用一杯水就可以做很多的功德 编发 第二个问题 关于五界的解读 不同的法师有不同 有一些严格 有一些并没有那么严格 那么我守五界应该有什么为标准 五界的目的 最主要是告诉我们 不要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佛教的修行以不伤害众生为基本 这个叫解脱道 进一步愿意帮助所有众生叫菩萨道 所以不杀生 不偷道 不谐疑 不忘语 不喝酒 那至于严格跟不严格 我觉得 就算你这个人发愿 我不杀人 但是我还会杀蚂蚁 佛陀说 都还有对人类的功德 虽然不百分之一百 所以站在小乘佛教 他是为了修解脱道 他不想要成佛 他吃肉没关系 他认为 因为我 我也没伤害他 他死掉了 但是他没有要度动物的意思 但是我们大乘佛教 为什么不吃肉 因为我们要度所有众生 包括动物 所以如果你吃鸡肉 就度不了鸡 千万不要怕犯戒而不持戒 记住这句话 宁可在大乘佛教 有戒可犯才叫菩萨 代表你还有福报 如果我干脆就不要守戒 就不会没事 因为你不守戒 你犯了还是照须严 但是你守戒了 你会提醒自己少犯一点 所以站在菩萨戒 是可以忏悔的 明天传五戒好不好 传归一 传五戒 最好传菩萨戒 那你早上就要来了 菩萨戒要讲解 这样好了 下回来墨尔本 办短期出家 高级班的 不用三点五十分起床 六点半才做早课 现在不这样不行了 因为 只是我觉得 各位能够短期出家七天 哪怕三天就好 哪怕一天八观再戒 一天八观再戒 做七世天人 做七世国王 一天八观再戒 二十小节 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 一天就好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事实上中国人都出过家 只是你不知道 爸爸妈妈往生 披麻戴孝 就是出家的意思 所以叫披麻戴孝 因为你们有头发 所以就要叫你戴那个草帽 但是全身都不能穿皮的 再穿草鞋 然后这样 守孝七天 就是出家七天的意思 因为这是在家人最高的福报 以这样最高的福报 来报父母恩 这叫什么 一子出家 九旋七祖进草神 何况出家七天 何况有人出家四十九天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最好每个月的 初一十五 你都守一下灾戒 就是为爸爸妈妈吃素 为祖先吃素 初一十五那一天 就是不要吃肉就好了 那一天不要骂人就好了 那一天做生意 要骗人的时候 明天再跟你说 为什么明天 今天我守八关灾戒 就是八条戒律 猪八戒有没有听过 调查一下 有受过八关灾戒的 举手 随习功德 你八关灾戒那一天 布施一块 等于一百万 这样 这个叫戒 所以各位很重要 你守五戒布施一块 跟没有守戒布施一块 功德完全不一样 你守了菩萨戒布施一块 等于别人要布施一亿元 了解吗 因为心态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所以各位要争取守戒 好不好 八关灾戒 八关灾戒 明天跟各位讲 好了 你们可以在家里受 初一十五自己受 上班那一天也可以受 上班那一天怎么受 反正今天赚的钱 都拿去布施那就对了 今天所赚的钱 今天不要骂人 今天乖乖的把事情做好 对不对 保持正念 这个很重要 好 这边还有问题 时间快了 明天回答好不好 我这个很长 我每次看到长的 今天是很殊胜的日子 念一下 南无定光如来 南无定光如来 南无本师释迦摩的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的佛 今天所有功德 念一下 九亿倍 今天是九亿倍 今天是初一 南无本师释迦摩的佛 加持 再加上释迦摩尼佛的加持 所以九亿倍 我忘了一件事 忘了布施食物给鬼道 我很少咳嗽的 那现在这盘食物 要布施给各位身上的动物 好不好 云情在主 堕胎胎儿 包括跟各位来的 包括跟我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跑了很多地方 所以老师说 当你宣布要法会的时候 众生比你还紧张 所以我在半年前 就说要来澳洲台湾的解架法师说 师父众生在机场等你了 因为这是我过去跟他们的缘分 所以我也相信 我这个人是真相信 所以我就会比较认真一点 所以来大家跟我念三个字 on a hon 以后麻烦念这三个字 on a hon 念这三个字 on就代表所有东西干净了 a就变成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on a hon 它可以得到 水也好 米也好 灯也好 花也好 你都要念on a hon 比如说 你只供养一朵花 你念on 这个花不是偷来了 而且干净的 a 有多少佛就变多少花 a hon 这个供花的功德 马上可以布施给众生漂亮 清净 包括在地狱里面 都变成年花净土 叫hon hon 这三个字非常重要 on 就代表清净法身 毕如真那佛的加持 a代表阿弥陀佛的加持 hon代表不动佛的加持 然后 总的来讲 on a hon叫三字种词 是诸佛菩萨的身口意合起来的功德 叫on a hon 所以莲花生大师叫on a hon benza guru ben ma si te hon 它是所有诸佛功德的种词合在一起 叫莲花生大师 所以当你念on a hon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转化为无量无边 诸佛的加持 然后让众生吃到这个东西 他也on a hon了 他就身口意净化 而且他也得到了 这些清净无量的甘露 所以各位平常多念on a hon 好不好 今天晚上回去老公打电话 on a hon 你讲什么 on a hon 又要拉背下来 所以有一位感情很能默契 你跟他叫什么 他就on a hon 希望大家经常念这个三字种词 连呼吸都on a hon 念一下 on a hon 很重要 吸进来是佛的菩提心 a是空性 hon是悲心 on a hon on a hon on a hon 成功了成功了 都会开始念到你家去 on a hon 而且你以后做什么都要念on a hon 好不好 所以这三个字种词 所有佛陀的叫法是叫三字种词 放咽口 上供 下诗 都要念着on a hon 所以我们就on banza alo ge a hon 对不对 就是on 金刚火 就是金刚灯的意思 菩提灯 on a hon 所以每一个香花灯土果 前面有个on 后面一定有个a hon 中间你不会念咒没关系 要公花就on a hon 供水 on a hon 水 这代表什么 上供诸佛 下诗六道 变满一切 on a hon 好 所以我们念七遍好不好 为什么七 地狱道 恶鬼道 出生道 人道 天道 阿修罗道 包括你的父母祖先 都得到供养 愿情在主 这意思了 来 那当然在念的时候 诸佛菩萨都已经得到供养了 变食咒 那各位麻烦你观想 无量无边 整个世界所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变成最好吃的甘露 而且他们吃的就解脱 所有的水都变成甘露水 他们喝即解脱 谁跟我念一次 那么 沙瓦 丹台读 瓦路之地 瓦路之地 瓦 三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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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那各位你负责观想 观想比念的人功德大 观想是一种相信 从墨尔本到整个澳洲 从澳洲到整个世界 从世界进入所有法界 充满甘露 你观想就好了 而且你还特别想到非洲 你还特别想到哪里都可以 而且这么多人合起来 力量很大 所以我会念三遍 麻烦各位观想 再来 后面代表你的冤心在主 堕胎态恶 你要每天对祂布施 祂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很容易超度祂 所以以后各位要拿水 就想点一点 你老公问你干嘛 点你也点一滴 因为布施甘露给祂 所以你要点七滴 好 开始 跟我念一次 那么 Solo Poe 但他也对 但他也对 达子塔 On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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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ai So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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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ho 如果女人希望六七十岁 那个皮肤还是很细 请你多念这个咒 因为这个咒叫妙色头 就是你会很漂亮 它是妙色神如来 因为那个二轨道 每一个都像火炭一样 烧得干干的 但是他得到这个甘露 他皮肤就恢复成婴儿的外表 所以叫妙色神如来 妙色咒 也叫甘露水真言 所以各位以后就开始练习吧 走到那里就滴一滴 我会念三遍 然后各位就观想好不好 观想 那麻烦你这一杯出去以后 记得 记得 慢慢滴 滴到你家外面 然后最后全部把它倒光 好 开始 他的手印事实上是这样而已 就是从你的每一根手指头出现甘露 你要会观想 然后我们会加讲布施 来 南无所罗佛耶 但那耶陀耶 大只那欧 送罗 所有 本来所罗 本来所罗 萨佛 河 南无所罗 微的 大只那欧 色拉 河 坚来所罗 本来所罗 沙 就是他们充满一切 他们要衣服要什么都得到 你每天最好用一个矿泉水的瓶盖也可以 然后一点点水加七颗米 如果你这个人很慈悲再加一点面加个花生 他们跪在那边跟你磕头 越好吃越好 因为恶鬼道的寿命是一百七十万年 没得吃没得喝 所以佛陀说 你把所有世界的佛像都变成黄金的 而且你做了几千年黄金 所有三宝寺庙都把它弄成黄金的 这么大的福报 还不如布施一点点东西给可怜的众生 所以慈悲的功德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这一点 有人问我说 你们法师 这个好像汉传的法师比较有钱 藏传的比较穷 我说对 因为汉传法师每天都要做三遍 藏传的比较少做 藏传佛教比较重 善贡 火贡 供养本尊 他比较少去直接布施给鬼 那我们汉人呢 福建人 广东人很喜欢烧金银子 看谁烧得多 就至少有一个善心 所以下施也很重要 善贡也很重要 但是你没有善贡 至少要下施 但是你有善贡却不下施 就不慈悲 不慈悲福报就不够 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各位 我们把功德回向一下 好不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回向给红色的牌位 那是你观想你家里的人 老人 小孩 家庭 事业 那是观想所有澳洲的人 乃至风调雨顺 由人 由阿修罗到天道 所有善道的众生 得到法会功德 来 王阿虎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大家平安回家 明天再来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 会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持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持生命文化基金会 自归以佛 当愿众生 体切大当 法无伤心 自归以法 当愿众生 有些开口 有些开口 在念奥弥陀佛很好听 他还念就不好听 为什么有过去的口业 那怎么办 要忏悔 忏悔以后 多称赞别人 什么都可以改变 有一个法师 从印度来 叫求那巴陀罗法师 这位法师是印度人 他很会讲大方广佛华音经 华音经讲得很好 但是他来到中国 想要弘扬华音经 这下可困难了 为什么 他不会讲 我们华语汉语 怎么弘扬 但是他有信心 我真心要的弘扬华音经 佛菩萨会帮助我 所以他就跪在观音菩萨面前 拜了七天的大悲餐 就拜观音菩萨 拜到第七天完以后 有一天晚上做梦 梦到观音菩萨来找他 然后呢 手上提了一个人头 然后呢 观音菩萨就拿个刀子 把他头割下来 就换那个头 醒来以后 他就会讲华语了 然后呢 就把华音经弘扬在中国 中国的华音经就是他弘扬的 求那巴拉托罗法师 所以各位 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对佛菩萨来讲 那 连地狱都可以变成极乐世界 你小小的头算什么 那你的癌症算什么 那我家 我家有癌症的传统 因为这个是个基因 过去是造了贡业 会生在这种得癌症的贡业的家庭里面 那我有一次到 到印度去放很多牛 因为印度放牛有个好处 因为印度人把牛当神 所以我们从其他宗教 把它买过来以后 就交给印度教徒 他们的谢谢你 把牛供起来拜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天又放很多鱼 那那天晚上 我怎么做梦 梦到有一个女生 我还认识她 她以前是个比丘尼 后来得癌症死 她人很好 也是个很好的维挪 结果梦到这位比丘尼 我有点高兴 看她外表也很好 然后她居然帮我开刀 叫我躺在那边 把我肚子打开 然后打开以后 换来换去这样 换以后黏起来 这什么梦啊 奇怪 然后我做完梦 早上醒来 我就问那个老和尚 我说昨天做的梦 她说好啊 你已经换掉了 你不用得癌症了 我说对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那个比丘尼 也是得癌症死了 她说她现在就是好了 好了 所以她也帮助 跟她有共演 你跟她很熟嘛 所以各位 原来我们去放生做好事 也把自己身体的病给换掉了 所以我以前 每次传戒 我就会拉肚子 肚子很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师父就说 这个是对你是好的 你每次一认真 你的业障 就会越消了 越消了 终于那次大放生 把我的胃肠给换掉了 不然呢 我大哥也是得癌症 我家里的传统就是得癌症 因为过去 家里人喜欢吃海鲜啊 喜欢吃那些活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病苦的因 大家都知道了 病苦的因就是撒身吃肉 再来就是不孝顺老人家 没有好好照顾老人家 不喜欢不吃药 那你就会有身体病苦 所以健康长寿的因 放生吃素 不吃药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 在山崩中磊 摩赫自关 尽量感悠感 有很多摩 States 热带 李桂 出来 云 更热 一切 妇 其实 不妙 就不妙 错 我不温応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真爱生命就像互相 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这单生命就像互相 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语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浅露夜 润雾细无声 各位大德 各位阿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一首诗 是杜甫非常有名的一首诗 叫春雨 我知道春天是很多人所期待的一个季节 对于